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德华这种天王级别的都未能幸免 唯独任达华没人敢动 有人说向华强都要敬任达华三分 就算任达华打他一巴掌 他也没什么脾气 还有传闻称 2000年的夏天 天王刘德华受邀前往东北举办个人演唱会 可没想到演唱会结束之后 刘德华却被扣在了东北 当地有一位叫刘庸的大佬 在与刘德华交谈时产生了一些矛盾 怒急之下 刘庸当众耍了刘德华两个耳光 还让属下拦着刘德华一行人不让他们离开 无奈中刘德华只能向四方求助 最终在任达华的帮助下才得以脱险 这些江湖传言真真假假 无从辨别 但可以确定的是任达华在圈内多少还是有些背景的 而他的靠山就是当警察的哥哥和爸爸 任达华的爸爸任锦球是香港警察 但在他11岁那年就因工殉职了 上个世纪60年代末 香港警界发生了一起震惊全港的惨剧 当时编号MD29的水警轮在新界后海湾巡逻 船上的警员李秀成突然失常 持枪向船上同事扫射 最终导致两死八伤 其中不幸去世的就有任锦球 父亲去世后 本就不宽裕的家庭失去了顶梁柱 母亲只好靠四处打零工赚钱养家 初中一年级时 任达华偶然在报纸上 看到招募模特的广告 决定报名去试试 很快任达华就被录用成了模特 为了赚取学费 帮家庭减轻负担 任达华除了当模特 还同时打几份零工 1974年 任达华幸运地被TVB看中 与周润发、吴孟达等 成为无限议员训练班的同期学员 而哥哥任达荣 则继承父亲的一波 立志成为一名警察 兄弟俩一个在警戒奋斗 一个在娱乐圈打拼 1972年 任达荣19岁那年 当上了一名见习警察 之后便一直兢兢业业的工作 处理各种棘手的案子 获得了上司的赏识 1990年 任达荣获得了英国警察 长期服务奖章 六个月后便晋升为总警司 而另一边 任达华却不太顺利 1979年 任达华从训练班毕业 与缤分电影公司签约 成为一名演员 然而 由于相貌平平 任达华的演艺之路 走得并不顺利 眼看着周润发、刘德华、梁朝伟 都当上了男主角 任达华却仍在影片中 做男三、演反派 对当时的任达华而言 挣钱才是第一要务 因此 他在接戏时 无论题材 不管角色 为了生计 他决定出演情色片 在《浴火焚琴》中 他第一次担当男主 也是因为这部电影 任达华成为一名艳星 与许锦江齐名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 任达华被逼迫 拍了好多不想拍的片子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我有的选择吗 我没有选择 更惨的是 一年甚至被逼拍 十七部电影 很多片子 拍了还拿不到尾款 任达华的哥哥 当年还不是可以调动 飞虎队的警务界大佬 所以 网传那时候 任达华黑白两道通吃是谣言 任达华流过多少泪 想必只有他自己知道 能和秋书珍 叶玉钦等一众美女搭戏 在外人汉来 适中享受 但其中的痛苦 只有任达华知道 任达华的绅士风范 在业内享有美誉 凡是和他合作过的女星 无一不夸他绅士 有理 为了减少与女主肢体接触 任达华每次拍戏 都用手和膝盖撑在床上 一个镜头 要坚持好几个小时 长此以往 任达华患上了妖姬老笋 任达华深知 在一托成名的演艺之路上 并不能长久地走下去 于是 在羽鸭共舞后 任达华决定转型 从武南摇身一变 成为黑帮老大 他是最生梦死之 湾仔之狐狸的陈耀庆 也是古惑仔里的蒋天生 更是黑社会中的阿乐 任达华用他自己的权势 重新定义了不一样的古惑仔 当年 影片黑社会包揽了金像奖 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最佳男主角等奖项 只可惜 摘得影帝的并非任达华 而是梁家辉 从影多年 任达华一直陪跑 始终于影帝无援 在六次提名金像奖 最佳男主角后 55岁的任达华 终于大器晚成 2010年 第29届金像奖典礼上 凭借岁月神偷中的 罗鞋将一角 任达华第一次掌获影帝 年过半百 出道30年的任达华 终于翻身了 2007年 哥哥任达荣 也通过接连升职 成为香港警戒处副处长 坐上这个位置 堪称是香港警戒的二把手 外界尊称他为二哥 哥哥在警戒叱咤风云 弟弟在演艺界 名利双收 任家两兄弟 可谓是风光无限 哥哥的身份 一定程度上 给了任达华庇护 让他得以 在混乱环境中保全自己 因为兄弟二人出身贫寒 所以任达华 很早就有了投资意识 投资收入 也渐渐成为他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通过拍戏赚到第一桶金后 他选择了较为稳妥的房产投资 拍戏收了首期款 就去付房子的首付 杀青之后收到尾款 再把房款补齐 任达华第一次买楼 是1990年左右 他买了69平米的村屋自住 没想到 这套位置普通的小户型 卖了298万港元 让他小赚了一笔 1992年 英国房价暴跌 任达华认准时机 在伦敦买了两套公寓房 后来都升值了不少 1993年 他先是在纽约曼哈顿 投资了两处房产 又在纽约市中心居民区 投资四处房产 四年后 这几套房子的价格都翻了一番 2003年 趁香港房地产业低迷 他又低价购入香港一套房产 后来升值了好几倍 之后 他又把投资眼光放到内地 在北京重温门 朝阳门附近 都入手了房产 如今 任达华的房产遍布全球各地 多达30多处 在纽约 伦敦 巴黎 新加坡 马来西亚 香港 上海 北京 成都 重庆 长沙等地 都有房在手 并且很多都是在商业中心 随着房价上涨 任达华名下资产至少有几十亿 而他目前 主要将大部分房产用于出租 租金收入高昂 他的太太琪琪 也弱衷于投资 虽不擅长投资房产 但他很会投资股票 据说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前 他们投资了雷曼兄弟 积累计期权产品 获得了巨额回报 而且 任达华的收入多元 有片酬 广告 商演 还有他担任香港演艺协会 副主席的工资 退休金 曾有媒体统计过 任达华每年 除去物业投资之外的收入 高达6500万左右 足以让他成为香港演艺圈里的富豪 成为坐拥 30多套房产的富豪后 任达华的生活非常自在 为了方便妻子购物 他在欧洲买下很多闲置的物业 暂时摆放下 妻子大包小包的战利品 为了方便女儿游泳 他在新加坡的海边 购置了一套水上房产 让女儿随时都能去水里泡一泡 以后他打算将这些房产 全部送给女儿 任亲家 并为其定制了一套财富继承方案 除了疼爱妻女 他对自己也很大方 买下众多豪车 其中有两款是劳斯莱斯幻影系列 普通款的价格在700万 到1500万人民币之间 他的那两辆车是一对 只能同时出售 原本只卖给英国皇室 几经转手 才到了他手上 任达华还对纯手工制作的内饰 进行了全方位的改装 黑色车型 偏商务 红酒 雪茄 应有尽有 主要用于接待客人 出席活动 因为这两款车太过贵重 以至于香港的保险公司 都不敢让这两款车投保 如此强大的背景 雄厚的加深 称他是香港演艺圈真大佬 一点都不为过 任达华在表演事业上成绩斐然 在投资上也颇有心得 足以证明他能力和眼光不俗 而且他最厉害的地方 不在于名气 财富 地位 而是他的好人品 演风月片时 他从不对和做女演员有过分的接触 业界名声很好 被称为是君子 参加商演 被台下观众捅商 他得知对方有精神问题后 也决定不予追究 被赞为人大起 已经拥有了 常人难以企及的财富和地位 依然宽以待人 品行端正 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大佬 近日 港媒爆料 任达华感染新冠 目前已经全面停工 由于妻女不在香港 任达华的隔离生活 是由保姆照料的 有记者电话联系了任达华 询问他的现状 任达华承认自己确诊 已在自家房间里隔离了一段时间 保姆会将一日三餐放到房门口 目前已经痊愈了 据任达华透露 由于香港疫情严重 他每天早晚都会用快筛检测 6月底他照旧做检测 尽管身体没有异常 但检测显示 他是阳性 于是他立即进行了自我隔离 任达华表示 自己为了健康 也为了对外界负责 将在家中隔离满14天 到时检测结果仍是阴性 才会外出 由于妻女不在香港 任达华只能拜托保姆 照顾他的隔离生活 他也对保姆的付出表示了感谢 最后 他还呼吁大家都要接种疫苗 做好防护 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家人 任达华今年已经67岁 但身体素质依然在线 应该过不了多久就能出关了 希望华哥可以早日恢复健康 继续为我们带来优秀的影视作品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趣闻趣事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